12月25日圣诞节 伐甲也进入了休赛期 效力大巴黎的球王梅西趁着休假 带着家人回到家乡罗萨里奥 在这里梅西与家人度过了一个惬意的圣诞节 梅西与妻子热吻虽然北方天寒地冻 但处在南半球的阿根廷却正值盛夏 从梅西与妻子安东内拉的合影来看 罗萨里奥天气很热 梅西身穿白色T恤和牛仔短裤 安东内拉则是一身红色短裙 显得青春靓丽 在家里的圣诞树前 夫妻两人相拥合影 甚是甜蜜 边舞边吻梅西夫妇拍摄合影后 又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一个小型派对 在派对中 梅西和安东内拉甚至脱下了鞋袜 光着脚随着音乐节奏翩翩起舞 在跳舞时 虽然身边有很多朋友 但梅西还是和安东内拉来了个热吻 看到球王夫妻如此恩爱 旁边的人估计都会羡慕不止 梅西在大巴黎表现低迷 作为阿根廷足球的领军人物 梅西在阿根廷国内的人气很高 特别是帮助阿根廷夺得每周杯冠军后 梅西更是成为了阿根廷人心目中的英雄 虽然在国内人气陡升 但梅西在俱乐部却表现低迷 从巴萨转会巴黎圣日尔曼后 梅西出战时长值 取得了一球五助攻的成绩 这样的表现与梅西七届金球奖得主的身份是不相符的 也引起了大巴黎球迷的不满 夫妇和颖离开赛场回到家中 梅西与青梅竹马的妻子跳舞热吻 尽情享受家庭之乐 充分说明梅西虽然在法甲没有找到状态 但在大巴黎低迷的表现 显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 当然啦 已进入职业生涯后期的梅西 终究要回归家庭 毕竟足球不是生活的全部 对于已经功成名就 丝毫不差钱的梅西来说 重心会越来越倾向家庭 回到足球场上的他 现在更多的是在享受足球快乐